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磨我的时候比进球还高兴 说说吧 长一点的杨总 听不听我再打你 你凭什么 你出什么力了 我可以不长杨总 你都该扣 你给多了 我好努力啊杨总 努力的让我都像单架一样在上面飘着 这样子 每个人在去年的基础上扣三万 你们你很高 你等一下 我这个是拉的 我这个是拉的 这辈子都别回来了 这种态度 挑选一位 我们都没名字了 我们叫胜利的两位 你怎么选吧 我对 我肯定选就是 强 强 你这么说 我跟你说 说谁是弱的呢 什么意思 万一下一趴比标高一怎么办 万一比灵活怎么办 现在白鹿都不敢看我了 我刚才请对不起申申的 所以我选蔡希坤 好的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我其实很不想加入黑队 两个字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要干嘛 刘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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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说 刘亚 刘亚 反过来说 反过来牙刷 刘亚反过来说 牙刷 刘亚 伏商 bend 削 danced 镜子 座 尝黑板 来这了 三个字就是我会 歌isis 说 plain 刘亚 拍马屁 拍马屁 对 下一点 阿 他是 我 队长 队长你是不是有任务队长 哎 嗯 来来来来 摩托车 快快 摩托 摩托车 马马马 马马 事前提 对对对 倒计时30秒 不让你了 不让你了 刚刚谁发作 不让我走 不让你了 不让你了 我谢谢你这么热 让我一愣 让我一愣 啊 谁啊这是 哇 这个厉害 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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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 我了我了我 你是谁啊 我 我了是我了 我了我了 我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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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是大胆是不是 我是往不住肉身 哎 哎 原来在这旁边看来是这样的 我现在觉得咱们先出来还挺好 请孟佳蔡徐坤前往答题区 哎到了 八九十年代有很多经典的影视剧 其中的很多主题曲也是 朗朗上口旋律至今让人印象深刻 接下来这道题也是一道音乐题 这两个歌手啊 请听音乐然后回答问题 这什么剧来着 请请河边跑啊 请请河边跑 雄瑶的吗 你看这年代年代感一下子 请请河边唱 我有天不老 一夜火烧不尽 风雨吹不大 对啊 请请河边唱 请听题请问 刚刚以上段落当中 歌词里一共有几个啊 几个啊 你看我就知道是这种题 能问你里面有几个字 几个我 因为他问题就是很令人意识 你是预言家吗 不能再听了 当然不能再听了 你看我就知道是这种题 对 反正一个肯定是有的嘛 我们先一个是有的 然后 看他在这种题 我们先成功 你怎么会知道是这种题 我们先去唱 你怎么会知道是这种题 你怎么会知道是这种题 是什么的 为什么一个开心一个不开心 都是不好的呀 戏份能不能统一一点 明明是一样的剧情 为什么演出了两种世界 我这叫乔赢欢笑呀 你俩都莫名其妙 是因为爱才会这么说 对对对一般不会怎么说 接下来是绿堆 你们最想吃的一道菜是什么 请准备 四个字 菠萝炒蒜 两个字 蒜蓉 一个字 菜 菠萝炒蒜 菠萝 请 请绿队听题 如果未来康儿有了自己的宝宝 你们想给他的宝宝起的名字是什么 别起五个字 五个字太长了 难了 对菜拿头 太难了 太难了 快菜拿头了 快 来准备五个字 菜真的好吃 四个字 菜饭和一 两个字 菜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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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 菜 我讨厌你 姚军 我讨厌你 我以后会让我的宝宝很恨你 哎呦我天呐 真 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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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回家 你现在回家 没有人要 有有有 我要了 我给你开价了 我也给你吃 你摔了我 你摔了我 他现在只剩下两万了 对啊 两万 坤儿 你上一次他给你零 你 当你回 当你回去他给你吃 我不要 真给你吃 真给你吃 走走走 走走 但屋里有人了 屋里有人了 坤儿 满了 真的 你要不 屋里 白露你白露你再不签 坤儿就回来签约了 他就两万就借到了 但是不行 完了 签了签了签了 四万啊 没有五万 哎 你这白 白只黑之邪的字典我吗 行吗 哎 我认识坏了 我回 回你这吧 你回来吗 其实我刚刚不是故意的 你真的回来吗 你确定吗 我们回家 回来检判哦 原来单位 回来就是一万五 真的回来吗 来 没事 来 我拿好了 我待会儿出去气他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一万五 蔡徐坤拿下 哎呀 一万五 拿下蔡徐坤 哎呀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这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 我们把自己的金数都报一下吧 那个东西 有四十斤的玩意儿 我是 我六十斤 我有十斤的玩意儿 我才十斤 我八十斤 五十斤 我是我是 我老爹也有三十斤 我没有 我没有哎 拍到你的脑子 我今天一天都没有 太合理了 你和你是一辈子都没有 哎 哈哈 小哥哥 小哥哥 哈哈哈哈 这是有形的 但是在精神层面上 它是什么 精神层面上 对 它象征着什么 对 艺术细胞 对了 我没有艺术细胞是吗 你要想想我是没有的东西 你每次要想想我 你没有啊 哈哈哈哈 没有艺术细胞 没有艺术细胞 有有有 有有 It's ok 哈哈哈哈 我跳成这样 我还没艺术细胞 所以你要想想我没有的东西 我没有的东西 我没有的东西 精神 智慧 智慧 你已经惹 惹我很多次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没有的东西 你能不能好好回答 我今天一天 才那么多收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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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我觉得我换个位置给你 真的 好了好了 好好看 我没有的 我这很辛苦 我多了的话 每天都在意自己的一些 表面上的东西 别人都觉得 哇 哎 如果这东西没有的话 就嘿哥们 第一天见到好像认识很久那样 嗯 但我没有 哈 哈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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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如果说什么颜值什么的 我可能 不是颜值吗 不是颜值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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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烧 杨语 爆打太十分了 爆打太十分了 哈哈哈 哈喽 耶 耶 哇哦 哎 好 接下来请baby为大家出题 我觉得baby是最讲究的一个 那我们开始喽 哇哦 那我们开始喽 哇哦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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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我觉得他有什么有点像没有什么 呦 但是他是很厉害的 对 很厉害的 怎么写你们俩啊 嗯 起来了吗 那请大家来公布答案啊 请量踢板 等一下我们要很帅很美的下去 不要翘腿 不要翘腿 要这样吗 哎其实这个还是蛮好玩的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最后一组 这咱俩肯定对的了 对 三 二 一 他们也是错的 他们也是错 我们也错啊 他们也错那你 我我应该跟凯哥是 大家看一下你们早上的这个小本子 把那个封面撕掉之后 里面有你们 今天对应的真实的人物原型的名字 喜欢钓鱼喜欢运动的张鸿斌老师 精通各种运动的郑旭荣老师 对啊 不是你叫二人 怕凯哥再见 我已经乱了